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很简单 当孝敬父母 是在《遗父所书》的第六章 大家手中的单页 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段经文 如果你用电话 或者是用圣经 还是看单页都可以 我们找到以后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其实三节的经文 二节和三节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一起来读 《遗父所书》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预备起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因为第四节的经文 是这样说的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那是因为我们 今天的重点是放在当孝敬父母 所以第四节的经文 如何做父母这件事呢 我们经文呢 今天的主题 不会以这个为焦点 让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 主啊 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 我们照着你的吩咐 打开一副手书 第六章 你告诉我们说 当孝敬父母 首先我们 安静在你的面前 为着我们的父母 为着我们的亲人 为着我们的长辈来祷告 主啊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 问题归结到说 今天社会迁徙性比较大 我们常常会和他们天隔一方 我们常常会因为事业 因为家庭 我们的距离会变得远 有些人的父母 可能也已经回天家了 也已经安息了 有些父母还年轻 有些父母也会有 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 今天上午我们 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就是 愿你打开你话语的时候 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 来明白你的良苦用心 来明白你对我们的教导 听我们的祷告 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同行恳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很抱歉 有人告诉我说 要学会用气讲话 不要用嗓子讲话 我也一直是在练 但是还是上午 讲完一堂以后 嗓子可能有一点疲惫 有一点沙哑 所以请大家多包涵 我最早透过一组的照片 那么看到这组照片的时候 我自己也非常的感动 当然这一组的照片 可能离我们在座的各位 大部分都比较远 我想因为可能我们中间 一些台湾的弟兄姐妹的 父母应当不是这个形象 我想应当是70年代 甚至60年代的人 拍这一组照片的人 是60年代的 他的名字叫焦 是60年代的人 那么他父母是住在 普通的乡下 那么父母一辈子的心愿 就是希望去趟北京 去趟北京 那他是应当是 中国摄影协会的一个会员 所以后来他就回到家以后 发现说他拍了很多的照片 唯独没有很认真地 给父母来拍一些照片 所以他就花了一些心思 把父母的一些生活照 然后拍下来 并且带父母人生 第一次到北京去 那父母第一次坐飞机 第一次到北京 那份开心 那后来没多久 他父母从北京回去以后 父母就相继立世了 这是一个很普普通通 一个60年代的出生的人 他的父母生活在乡下 然后生活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份孝心 这些照片呢 让我会常常想起 小时候在乡下 看到的这些爷爷奶奶的 那一辈儿的人的 这样的一些形象 这个我们可以透过 这几张照片呢 来看一下 焦波做的 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 网上也能搜得到 焦波 山东人 山东的一个摄影 摄影的一个 算是一个摄影家 名字叫 俺爹 俺娘 俺爹 俺娘 来 看下一张 这是那个脑背 可能我还是说 离很多人的故事 可能比较远 这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乡下 旁边挂的是老玉米 大部分是黑白照片 来 再往下 对 这张照片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这张照片对我们 对很多人应该蛮熟悉 爷爷奶奶 或者更老的一本 都是这种照片 再往下 对 这是两个人互相 修那个指甲 来 再往下 这是他们第一次去 逛天安门 逛天安门 那 知道儿子给他买了 飞机票 去飞北京的 老太太就很高兴 跟他的伙伴们显摆 说这个 哎呀 怎样怎样 这是描述 这是第一次坐飞机 找了一件红衣服穿上 很激动 非常激动 OK 谈到孝敬的时候 可能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呢 我们也有讲过说 这个对孝的理解呢 也已经耳毒目染 也非常的多 而这段经文中呢 我们有提到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孝敬父母这件事呢 又在上帝颁布的十条 诫命当中 而被列为是第五条 第一条是 除了上帝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条是 不可拜偶像 第三条是 不可望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第四条是 当收安息日 而第五条呢 就是当孝敬父母 而圣经的排列里面呢 我就常常会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上帝用了四条 来去谈人和神的关系 而用了六条来谈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那我问大家 人和神的关系重要 还是人和人的关系重要 你们已经收了我问题的 这个总货 所以你们那个里面 已经有乱点 其实不是这里面 显出哪个重要 而是你和上帝的关系 是透过你和人的关系 来表达出来的 这是基督教的信仰 也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 是一个活着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是需要透过人际关系 待人节悟 亲情伦理 在这些关系中 把我们的信仰体现出来 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这条 讲今天的这个信息题目 讲当孝敬父母 我的压力是最大的 为什么压力是最大的呢 因为今天我岳母坐在下面 这个我提前都跟我岳母说 不要我讲着的时候 你突然跑到我台上来说 女婿啊 你就在讲台上吧 在讲台上讲得很好 所以呢 我想说其实 而我们的压力是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上帝把孝敬父母 看作是我们所有人际关系中 最重要的一层关系 放在所有人际关系的第一条 第一条 我刚才说信仰很重要 但信仰怎么样重要呢 信仰的重要是透过 你与人的关系 把它表达出来 你与物的关系表达出来 什么关系呢 你与父母的关系 第六条是不可杀人 你对生命的态度 第七条是不可兼议 你对婚姻的贞洁度 那么第八条是不可偷窃 就是你对于工作 财产 私有权益 你对别人的界限的尊重 那不可杀人是对别人生命的尊重 不可偷窃是对别人拥有的东西的界限 界限 你不可以把别人的公有的变为私有 不可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 不该属于自己的就不可以 所以这是人和人有的东西界限 人和人之间有界限 人的婚姻有界限 人的婚姻有界限 别人的太太虽然都好 但是你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 这些界限的目的不是为了辖制 是为了保护 是为了保护 是有一个规则 我们和父母 我们对生命 我们对婚姻 我们对于死有财产 不可谎言 言语的诚信 言语的诚实 最后是动机的纯正 不可贪心 所以你就知道 在所有的关系中呢 人和父母的关系就放在第一位 我以前的时候就觉得说 有这么重要吗 我和我父母的关系 有这么重要吗 有一次 有一次 我呢 那个我的孩子 小的时候呢 很小 我的父母有来帮我一段时间 照顾孩子 结果有一次 他在为孩子的这件事情上呢 发生一点不同 不同 那我呢 就会觉得说 我说不可以这样做 那我父母呢 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你当初就是我就这么做的 他理由就是 有那么大惊小怪吗 有那么严重吗 有那么必要吗 你们小时候我都是这样养出来的 他就这么个观念 那我呢 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做了十几年的传导人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跟我父母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的 很多年没有在一起 差不多一年 很少超过一个月 那是我和我父母待的时间最久的 然后呢 我就跟我父母说 我说不可以这样 然后就讲 他就跟我去这样讲 那我妈妈呢 一般女生都比较 能够懂得调和一下 那我爸爸呢 就很激动 我爸爸就很激动 当我爸爸以激动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莫名其妙的也开始激动 然后呢 你就知道声音是 你讲一句 我讲一句 你再讲一句 我讲一句 你们觉得声音会不会越讲越小 声音就越讲越大 我一边讲的时候 我一边发现说 嗯 我怎么这么像他 我心里的感觉说 我怎么会这么像他 你这么 我十六岁就不跟他生活在一起 并且我小时候 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 我心里就排斥我爸爸的性格了 我就说 我不要成为爸爸 我爸爸有这样的性格 结果在我跟我爸爸那次对话中 你就知道 我一很清楚 我怎么会这样 但是你还是 你讲一句 我讲一句 你讲一句 我讲一句 哦 大优要把房顶 楼顶要掀破的那种味道 讲完以后 我自己就坐在沙发上 我就坐在那边 我就我就我就很 我自己被我自己吓到 我自己就很惊诧 我怎么会这么像我爸爸 啊 我我太像他了 我的个性 我的脾气 怎么会这么像他 我以为我已经 改得不错了 我已经觉得说 我不像他了 我是什么时候跟他学的 我什么时候 去这么拜他为师的 啊 什么时候他影响我这么深 我在那一次 我就深深的发现说 哦 原来啊 其实我的个性里面很多东西 啊 你可以说是遗传也好 你可以说是血缘也好 你可以说是家庭关系影响也好 但是我很清楚在我的心底里 我是排斥的 我是不喜欢的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个性 但是我却用同样的个性 和我爸爸这样来去对话 所以那一次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过一次 啊 我就再也没有过一次 我那一次我就立下一个心 就说 主啊 帮助我 我要改 因为我自己被我自己吓到 我真的发现说 我原来不喜欢的那个个性 我却百分之百的这样 copy下来的 所以我必须要花时间去调整 啊 那么从那件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七八年了 我基本上没有和我爸爸再有这样的 这样的沟通过 就再也没有了 啊 再也没有 我不知道是他改变了 还是我改变了 啊 有可能是人家改变了 我没改变啊 啊 但是我只是想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条诫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诫命 孝敬父母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首先呢 我给大家的第一个题目是 一个被容易忽略的应许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的 也就是反过来会说 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出现问题的话 我们和父母的关系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挣扎 什么挣扎呢 大家注意一件事 很多事情有跟我们商量 我们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商量过 如果有商量的话 我相信有些人不一定会选他们 或者是说即使选的话 也会加入一些参考意见进去 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应该是 但是很遗憾 谁做我们的爸爸妈妈 从来没有跟人跟我们商量过 有没有人跟商量过 没有对不对 我们的孩子一不留神 我们做了他们的父母 我们也没有跟他们商量过 那么在上帝的计划中 我们知道一件事 前面有不可拜五相当守安息日 不可望成夜化你神的名 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 我们每个人的父母 都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你喜欢也罢 你不喜欢也罢 你爱得不得了 或者是你恨得不得了 你喜欢百分之八十 你厌恶他们百分之二十 或者是如何如何 我有时候我小时候还想过说 我怎么会姓王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我这么不孝 我姓王我怎么姓王呢 姓王可不好起名了 姓王的这么多 没有一个人当过皇帝 只有一个王忙算了个拳 还被摁了 我怎么姓王呢 姓王太多起名字太难起了 有时候还这样去想 似乎觉得说 姓一个少一点的姓 或者如何如何 但是其实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原点里来 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 都是神给我们的配合 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 所以我们接纳我们的父母的 第一个基础是 我们接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 所以反过来会说 你的心态要去接纳 你的心态不是挑剔 你的心态不是拒绝 第二个 我们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在与父母的关系上 如果我们对父母的印象有问题 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认识 如果我们和父母的关系有问题 我们会影响到和人的相处 因为在座的各位女生 你人生的第一个男人是你爸爸 各位男生 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 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生命中见到的第一对男女沟通 是爸爸妈妈怎么沟通 是爸爸怎么跟妈妈讲话 妈妈怎么跟爸爸讲话 是我们接受的第一堂男女沟通课 你会发现说 爸爸不讲话 妈妈在那里唠叨 那你接受一个观点说 男人就少讲话才能显得稳重 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潜移影响 所以一生之中对我们影响最多的那个男人 是爸爸 一生对我们影响最深的那个女人 叫妈妈 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作为参考这不是真理 菲律宾很多人有同性恋的倾向 原因就是婚姻 他们没有离婚的法律 没有离婚的法律的时候 所以很多男人 其实就找了很多 很多女人的时候出现单亲 我不知道各位的 我们的用 因为他们的很多工作是服务业 服务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各位想一下 在我们家庭做佣人的那个女孩子 其实一年到头在我们家工作的话 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有没有发现 其实是不太健康的 如果她要有一个温馨健康的家庭的话 她不太容易在你家安心的 不太容易安心的 所以很多要么没有结婚 要么是单亲 这两种情况 在我们家做佣人的话 那个可靠性比较高 就是她没有结婚 无论是年龄大还是年龄小 她没有结婚 还有一种呢就是 结婚了以后被人抛弃了 这种女孩子 在我们家里做佣人的话 她工作的稳定性会高很多 你们同意吗 所以这就显明出一件事情说 一个女人如果被一个男人抛弃以后 一辈子做单亲 她里面和孩子相依为命 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其实里面是有伤害的 里面是有仇恨的 里面会有不平的 如果这个女人一不留神 就像是雅各的两个太太 丽雅和拉杰一样 不断地跟孩子讲 你爸爸多么不喜欢我们 你爸爸 你雅各不照顾我们的话 这样会生出一个情况来 就是他们对男人的抵触 他们会对于婚姻的抵触 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安全感的缺失 所以有些男孩子 在妈妈对男人的 鼠咒和抱怨中成长的话 这个男人可能长大了以后 就会有双性 或者是同性的趋向 会有这样的一种社会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与人的关系 我们家庭的关系 是信仰生命关系 伦理安全感的重要的基础 一个家不能没有爱 一个家不能没有父亲的品格 没有妈妈的温柔 一个家不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发生了的话 我鼓励大家就尽量多参加教会 然后尽量的去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所以这是重要的关系 因此我们来去看 从实际的诫命来去看的时候 是要关系第一 与父母的关系 影响到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 第三个 这一条诫命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应许在什么地方呢 会帮助我们经历到神的大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句很美的话 就是孝敬父母可以使我们在地长寿 各位 一个孝子是不是寿命都活得长 一个逆子是不是寿命都短 不一定是吧 有很多不孝的人活了一百岁 大家都恨得牙羊 早死了他就不死 然后有些好人 有些孝子 然后去英年早逝 也有这种情况 其实这里的说得以长寿 是其实在真言书四章第一世界说 我而你当听我的言语 就必焉年益寿 焉年益寿的这个本质的意思是 就必持续性的 扩张性的带来影响力 我再重复一遍 廉年益寿的意思是持续性的 长久性的带来正确的影响力 那种好的影响力 如果是一个孝敬的话 那么你就会带来持续性的影响力 会带来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这里是不是寿命长短 也许有人说因为有效 所以儿子有榜样也会笑 因为笑的话 饮食就照顾得好 生活照顾得好 可能身体呢会有延年益寿 其实会有这样 那我更多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从影响力上 这样去理解 说恨我的 我要追讨他的罪 自负妻子之道三世代 这个意思也是影响力 这个意思也是影响力 并不是说 爸爸的罪归到儿子的头上 儿子的罪归到孙子的头上 他讲的意思是说 罪有影响力 就是说 如果爸爸是一个 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孩子 如果爸爸是个隐乱的人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安全感 孩子不够安全的话 就可能影响到他的婚姻 他的婚姻如果没有安全感的话 会影响到这个家庭的传承 会有这样的一种持续影响力在里面 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我再重复一遍 这是世界的第一条人论 这是关系的第一个原则 这是应许的第一个影响力 这是当孝敬父母 所以孝敬父母是神一个极大的应许 但是孝敬父母呢 也是一个不太容易执行的命令 为什么不太容易执行呢 第一个方面 孝敬父母这件事 我们文化里面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 人不畏敌 天主地灭 各位大家注意 你知道当父母的 在座的很多人当父母的 当父母的很喜欢讲一句话 孩子好 做父母的 就都好 你们父母跟你讲过这句话吗 只要你们在菲律宾好 爸爸妈妈 就觉得好 就开心 你们听过这种话吗 听过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话要谁说 这个话要父母说 这个话不能孩子说 这样清楚吗 父母可以说 孩子呀 你在菲律宾好 爸爸妈妈心里就好 你这一生有成就 爸爸妈妈两行就有成就 你们在外面过得平平安安 当爸爸妈妈的就平平安安 然后你的回应就说 是的 我在菲律宾平平安安 你就平平安安安 我开开心心 你就开开心心 我舒舒服服 你就舒舒服服 不是这样的 要反过来讲 孩子应该怎么讲 爸爸妈妈 你们开心 我在菲律宾就开心 你们平安 我们在菲律宾就平安 这样就能连起来了 但是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爸爸妈妈说 孩子呀 你们好 我们就好 孩子就说 阿们我挺好 就不管你好不好 反正我好 你就好嘛 不是这样的 不能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关系 所以必须要动起来 这叫有来有往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孝敬父母这件事 我给大家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要顺服 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 也不要因为你是传道人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知道 这是上帝的命令 我们需要顺服神的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 言言益寿 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上帝 所设立的次序 因为我跟父母的关系 会影响到 我和神之间的关系 第二点 我们不孝敬父母的一个 不容易孝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不愿意独立 不愿意独立 为什么不愿意独立呢 有些人蛮喜欢在父母面前 永远做孩子 做孩子的感觉 很好 永远长不大的感觉 很好 我告诉大家 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长大了 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长大了 我有时候也自己觉得自己都没有长大 其实觉得自己没有长大 不是我们不去承担责任的借口 因为父母的眼里 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但是很麻烦的就是 如果我们也把自己永远当孩子 那就麻烦了 因为我们就不愿意去承担责任 第二个方面 很多人拒绝去承担工作 变得会理直气壮 变得会理直气壮 然后做孩子的感觉 让自己觉得很好 不愿意去独立 这种独立分作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对父母的期待要合理 怎么样体现出你的独立性来 第一个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从情感和情绪上 你自己要独立 你不要指望说 父母还没有体恤到我 父母还没有理解到我 父母老打击我 我伤心的时候 父母没有鼓励我 我中秋节的时候 父母没有给我打电话 情感上你要学会自足自给 然后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仿佛是一个在马尼拉 受伤的小鸟回了笼一样 然后早上起来 十点不起床 妈妈说 孩儿想吃什么 爸爸妈妈给你做 然后呢 你在那边缺乏什么 然后我们觉得说 在外面我们的情感受损 我们现在回到家里的时候 让父母来弥补我们 情感不足的这种心态 就叫做不愿意独立的心态 现在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情绪 我们必须自己学会照顾自己 你不能够给朋友吵了架 回到家找你妈妈发活 你不能够因为老板爸你炒了鱿鱼 你爸这种情绪 别跟我打电话了 然后父母说 哎呀对呀 不要跟孩子打电话了 他最近刚刚被炒了鱿鱼 然后父母还在承担你的话 你这不叫孝敬 你必须学习 不应该再把你的情绪寄托在对父母的缩求上 让父母成为你情感的支撑 而反过来讲 你要学习转换去孝敬 你成为父母情感的供应 你要成为父母情感的支持 这样清楚吗 第二个方面就是经济上 我们经济上要学习独立 经济上学习独立 一个方面是智力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这个管理上 我们要来去学习 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已经是个成家立业的 我鼓励各位 不要再花父母的钱 如果你已经是成家立业的话 父母有没有钱 你都没有资格再去花他的钱 我说这个资格是什么呢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如果你觉得是个压力也可以 我想告诉大家 咱们所基督徒的 只要结婚后 我们所有的男生应当立下一个心志 就是我不再花我父母的钱 当然你说 你这样讲话 讲得好有底气 你这样讲话 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态上 我们应当学习独立自主 我们应当学习觉得说 其实养活我自己 是我应该服的额任 你必须要有这样 我告诉你 父母的都是你的 但是这个话不是你讲的 父母的都是我的 这个话不是我们做儿女的讲的 是父母可以讲的 父母可以讲说 孩子我所预备的一切都给你 但你说好 你的都是我 所以我现在用 现在用和将来用都是一样嘛 你80岁的时候我在用 和你现在时候我在用 没关系 我现在用了 我将来不用了 我讲的都是头都是道 不 我们要立下一个心志 要学习经济上独立 我们心态上要独立 第三个方面 生活上要独立 生活上要独立 各位 我们回到中国去以后 我们来到菲律宾 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我们成为了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各位 我们回去以后 我们到目前为止 现在回一趟国 有几个回去是照顾父母的 还是你回去一下 哇 留学回来了 哇 海外的办华侨回来了 在外面工作回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立下的是 妈妈我好想吃你那个 妈妈我好想吃那个 那然后我们的心态 是回到家 是让父母照顾我们 还是我们回去的心态 是要回去孝敬父母 你们买票 订下机票要回国的时候 你们心态上有几个心态是 我现在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回国 我要孝敬父母 还是我有个心态是 我回国 让父母照顾一下 反正他没机会照顾 给他个机会 给我父母一个机会 好好照顾我 我下个礼拜一 我要送我岳母回去 就是我们的心态上 父母一定会照顾我们 大家一定注意 父母一定会照顾 但是你学习去孝敬 却需要现在就要想的 父母照顾我们是自然的 我们照顾父母 现在需要很刻意 我们需要很刻意地去想 一 情感上 二 经济上 三 生活上 我回去以后 我一般情况下 有一个很可怕的事 就是我亲爱的妈妈 会抓住我 跟我爸 自从分开以后的大小事情 给我来一次完整的汇报 但是在这种汇报中的时候 有很多事实我不想听的 因为第一跟我没关系 但是各位跟我没关系 但是跟他有关系 第二件事情 是我不能解决的 因为那个解决可能是我需要留下来 才能解决 第三个呢 他只是情绪上的表达 他也不是说我表达这件事 希望你帮我解决 他很多时候就是说 哎呀 孩子回来了 我要跟孩子说说 家里哪件事 他有时候还会更可怕的是 他会跟我告我爸爸的状 那我爸爸会跟我告我妈妈的状 哇 我告诉你 你不在 他不会照顾人 他要怎样 我讲他 两人都会这样 然后我们在中间的时候 哪一个都是领导 你谁也得罪不起嘛 其实他并没有希望 我们在中间做什么判断 他只是告诉你说 哎呀 你不在 妈心里好孤独 妈想给你表达一下 但是各位 你回去以后 你想在情感上支撑他 还是你希望他支撑你 啊 那就看 你有没有独立 OK 来跟你身边的人讲 你要独立 来第三个 第三个方面 要知道我们的父母有限 我们的父母不是超人 我们的父母呢 不能什么都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那是上帝 啊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那是上帝 我们的父母很多事不知道 我们的父母知道 他那个年代的事 不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事 啊 我们的父母去 你教他用那个 用现在智能的电话 我告诉你 就是很辛苦 不用说他辛苦 我都很辛苦 啊 所以很多事情上面呢 他们不是无所不能的 那不是无所不能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顺便我讲到父母 我们做父母的非常怕一件事 就是让孩子知道我们的软弱 当父母的非常怕孩子知道自己的软弱 其实在座的爸爸妈妈 你要注意一件事 你也不是超人 你也不是超人 你也不是很完美 就像当牧师的一样 各位 牧师不是超人 牧师也不完美 牧师也会软弱 牧师有时候也爱吃 牧师有时候也爱睡 牧师也知道什么是好车 什么是好电话 牧师也知道什么事情 啊 也知道这个饭和那个饭不一样 都会知道 但是我们大家要注意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软弱 我们知道大卫曾经隐乱过 我们会知道 伊利亚也会有失败 我们知道摩西 也有不能进迦南 甚至我们都知道 耶稣也害怕过 耶稣有没有害怕 有 耶稣有没有哭 有 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你看耶稣还动不动就哭 哇 倘若可行 哭得跟个泪人一样 甚至哭到什么 哭到崩溃了 耶稣哭到崩溃 崩溃到什么地步呢 毛西血管都破了 你想那个哭得多伤心 圣经描述说 耶稣是大声哭泣 为什么 耶稣没有向我们展示 他自己 没有掩饰他自己曾经软弱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没有犯罪 耶稣有软弱 但耶稣没有犯罪 摩西有软弱 但神保守他 大卫曾经有软弱 但是上帝看顾他 牧师有软弱 但是上帝怜悯他用他 当爸爸妈妈的会有软弱 但是神预备了 拣选了 预备安排了一切 让我们知道说 真正完全的是上帝 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上帝 我们的父母是超人 上帝是超人 我们的父母不是无所不能 上帝才是无所不能 弟兄姐妹 其实对我们的父母 要有合理的要求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有一个人 娶了一个女生 然后丈母娘在婚礼上 突然说送给她一个礼物 打开以后是一把药匙 然后这个女婿 不知道这个药匙是怎么回事 然后有人告诉她说 丈母娘送给你的这个药匙 是一部汽车 这部汽车值四百万人民币 四百万人民币 然后这个女婿就哭咚就跪下了 就哭咚就跪下以后 就跟这个丈母娘 就开始讲 所以很多人的反应就说 我也有这个丈母娘就好了 甚至有一个人在婚礼上 当场就跟她妈说 你没有一百万干嘛要生我呀 哇这个真的是很恐怖 会跟她的亲妈妈说 你没有一百万 你为什么要生我呀 所以你就发现说 这个好可怜 这个好可怕 所以我们要对父母的要求 要合理化 她有时候不知道你伤心 她有时候不知道你有难处 她不知道你会流眼泪 这个都很正常 第四 我们不愿意孝敬的原因 是不愿意付代价 不愿意付代价 自己有时候 自己的需求合理化 而父母的身边的心 就放到身边去 所以求主怜悯 第五个 不愿意理解和接纳 认知父母所做的 也要认知我们的父母是有错的 尊重我们父母原来的样子 各位 我妈妈就是多愁善感 我爸爸就是脾气比较火爆 这个没办法 我只能接纳我的父母 我改变不了我的父母 我只能孝敬我的父母 我没办法改造我的父母 因为能改造我父母的是上帝 我只能孝敬 我只能尊重 我只能接纳 我只能爱 我告诉你 你要让我挑我父母的问题 我能挑出一大箩筐来 正想多多挑我 也能挑出很多来 但是问题是 上帝没有让我们去改造父母 塑造父母 拣选父母 我们的父母的蓝图 不是我们设计的 是上帝设计的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责任 就是尊敬 孝敬 接纳 理解 求主帮助我们 第六个 不愿意悔改 承担 也是我们很难遵行的 让我们能够跪下来 去遵行神的话 去接纳 那如何去孝敬 是下面我要给大家讲的非常重要的题目 第一个 如何去孝敬呢 第一 倾听父母的心声 因为 敬重是来自于了解 敬重是来自于了解 没有父母是不会犯错的 没有父母是不会 没有父母是不需要鼓励和支撑的 其实不禁要让父母听我们的声音 其实现在各位都是成人了 而美国法律都18岁过后了 那其实不要成年幼太 生理上是成年 心理上是幼太 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形成落差 学会倾听 学会倾听 父母给你打电话 还是你给父母打电话 还是你主动给他们打 父母给你打电话 和你给父母打电话 一样不一样 父母屡次告诉你说 孩子都一样 但是各位 各位 一定不一样 另外 我们跟父母打电话都说什么 你报那个什么东西给我准备好 你报那个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会报这边的情况 这边的青菜买不到 很贵 然后你讲是让他关心你呢 还是你在关心他 妈最近天冷了 最近我听说天气有报说 今天天气有雨 如何如何 我们是 我们那个转换觉得 我们是听他们 我们是想关心他们 我们是想了解他们 我们是想支撑他们 还是打那个电话 行了又是我妈 妈 还是我爸 所以求主帮助 让我们学会聆听 我跟你们以前有讲过这样的事情 是我有一次 我岳母在 岳母在 我岳母无意中给我透露了一件事 就是我岳母很喜欢听我给她打电话 我怎么知道的呢 是我岳母的邻居告诉我的 我岳母的邻居说 哎呀 你岳母接到你们的电话的时候 那个开心劲啊 所以我后来就立了一个志向说 尽量一个礼拜给我岳母打一次电话 后来我就发现说 有时候也没有照办到 但是不重要 我还是会把每个礼拜跟我岳母打一次电话 当作一个任务 认真的 提醒着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给我岳母打电话 一个月打一次 一个礼拜打一次 我发现确实一件需要很努力才能做的事 很努力 很刻意才能去做的事 但是每一次也没有太多内容 因为她的邻居告诉我说 她很开心 她很开心听到我们的电话 那OK啊 一个电话能有几个钱 她开心一下 值很多钱 她开心一下会值很多钱 我们就非常刻意 努力的来去做 让他们知道说 你不孤独 你有儿 有女 有女婿 因为一个女婿 一个儿子伴 一个女婿顶一个儿子伴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这样去 慢慢去建立 去建立 非常努力的去学习 去倾听 去倾听 去听他们讲 第二个 供应父母的需要 这个我很简单的带过去 因为我刚才有讲说 情感上 经济上 生活上 生活上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的父母 在座的父母 大部分应当不缺钱 大部分父母的缺乏是 其实是 所以就多一点礼物 王皇的父母有在 我还专门帮王皇他们 给你们烧过礼物 这种 我明天下午还会送我岳母 所以有礼物你们可以找我烧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上面 不在乎那个礼物 而在乎那份心 心只要到很多事情的沟通 是很自然的 第三个方面 尊重父母的教会 尊重父母的教会 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尊重父母的教会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把神透过他们讲的话 活到我们的生命中 因为这是对权柄的认知 从这个点上 我顺便再带给大家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我们的父母都去世了 我们怎么孝敬父母 咱基督徒可不可以仿木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烧香 可不可以跪拜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自己也做得不好 求主怜悯 其实我们英党尊重教会 尊重教会的意思就是 其实英党学习在他们的忌日 举办一个感恩礼拜 这个感恩礼拜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尽量去坟上去 有人喜欢把骨灰撒掉 我尊重 但是我呢 是觉得说 有个墓园也很好 有个墓园很好的意思是 到那边的时候 不是那个人埋在那里吗 是 比方说 王光明的坟墓 立在那边 上面写了个十字架 王光明之墓 后面写 主耶稣无愿 你快回来 有一天王恩多领了他儿子 到那个墓的时候就说 这里埋的是 你爷爷王光明 然后呢 他 他的人生经历是这样的 当年他去菲律宾怎样 然后在马尔卡利 国语教会怎么样 然后他如何如何 然后大家唱诗 感恩 去思想 王光明 对这个家族的贡献 王光明有哪些品格 让孩子知道 各位 你们知道 你们爷爷的故事吗 知道 你们知道 你们家族的传统吗 你们知道 你们家庭的遗风 你们家庭的 这个 这个处事格言 很多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不能丢 尊重他们的教训 而不是只是 那里哭咚跪一下 也不知道是谁 那你爷爷 知道了 哭咚隔一个头就走了 这不是纪念 这不是孝敬 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让这个 让这个家庭的美德 有好的传承 有好的传承 该带花就带花 然后呢 该纪念 好好的去纪念 因为你注意 上帝到了新约 还在纪念旧约的事 是吧 有没有纪念 有啊 纪念当时先知们 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 还不过亚伯拉罕都拉出来 为什么 要纪念嘛 要纪念嘛 所以是有归到列祖坟墓里去 要有这样的一个纪念 来第四个 花费时间和爱心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 就是时间了 时间了 那么这个时间回去的时候 是精品时刻 各位我知道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件事 我就发现说 现在的通讯是非常方便的 方便到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互相感觉不到对方 先进到什么程度呢 先进到说 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 还能感觉到对方 能听到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的科技伟大的说 我们面对面感受不到对方 我们伟大的说 我们相隔千里 仍然感受到对方 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你去看 很多人坐在那边 两个人炒了几个菜 摆上是用人炒的 然后一个人拿一个手机 完全对方不存在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看Facebook 哇 好看重朋友啊 然后呢去更新博客 好好看重生命啊 然后呢去看 拍一个照片 赶紧拍一个照片 摆上 然后没吃过 拍完 然后就拿一点就放在上面 跟朋友们交流 说我现在在马尼拉好太耀 然后今天这里有个新吃的 然后你完全不活在马尼拉好太耀的 你完全活在哪里 你完全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你完全活在跟朋友的沟通中 你人在马尼拉好太耀 大家都知道 你也知道 但是你整个的心思 你整个的情感 你整个的关注点 根本不在马尼拉好太耀 这就是科技的魅力 魅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魅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自己好不容易有一点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而那个时间却弄得不精致 而那个时间却弄得在浪费 今天终于礼拜一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 一个人一台电脑 你看电影 我看电视 你看连续剧 我看纪录片 然后你去买菜 我在家里弄这个 然后呢 你去弄这个 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天天跟父母在一起 但是各位 其实在不在一起 还是心嘛 在不在一起 还是关注嘛 在不在一起 心灵是通着的 其实是在一起的嘛 但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即使是在一起 也可以同床一梦嘛 我们也可以熟视无睹嘛 回了一个礼拜在家 父母累死了 你自己也累死了 才发现说 你把时间给了朋友了 你把时间给了伙伴了 你是为了参加朋友的婚礼回去 你不会参加父母的生日回去 为什么呢 父母舍己 朋友要维系嘛 所以很多的价值观念 需要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反思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具体的一二三 但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神的面前 好好说 最后 珍藏美好的瞬间 珍藏美好的瞬间 其实那些美好的记忆要数算 我刚从中国城回来 以色列人刚过完约旦河的时候 上帝告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说 每一个人从河里搬一块石头 十二个支派每个人就搬一块 每人搬个石头干什么 说雷起来 一块两块三块 雷起来 雷成这么高 上面写行一个字 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纪念 纪念 然后看到那个石头的时候 就是纪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要学习在我们的家中 去住这个坛 你一点分享 我一点感恩 他一点感动 母亲对儿子的爱 儿子对母亲的尊重 爸爸对儿女的教导 儿女对父亲的一些感恩 每个人把石头搬出来 累积家庭的祭坛 上面写上 荷家蒙福 上面写上 当孝敬父母 当你承受这样的应许的时候 一个影集 一个相册 一部 一部纪录片 一部很多很多的这些技术 这些这些技艺 构成我们家庭的技艺 求助帮助我们 我觉得本地的华侨 其实就蛮好的 蛮好的 我就发现说他们可以积累很多东西 我是七十年代的人 有时候把很多东西都忘掉 都放弃 但是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些点滴的记忆 能够精心地把它减实起来 用恩典的线把它穿起来的时候 就会成为你家庭的感恩之歌 赞美之歌 因为每一个脚印都低下上帝恩典的自由 每一个脚印都有着家庭相爱的见证 让我们一起去打建 这个属灵的相爱的家庭 让我们的家成为世世代代 敬畏耶和华的家 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年轻的 让我们能够反思 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 更加好好的孝敬父母 让我们在座的各位父母 我们也好好珍惜我们的家庭 在基督的里面 彼此相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愿你光照我们 愿你用你的话 引导我们的心 让我们去 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主啊 求你 也赦免我们不孝敬的罪 主啊 我们跟他们 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也能带给他们的是有限的 因为我们会分开 我们会远离 但是我们愿意 在活着的时候 来珍惜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份爱 愿主听我们的祷告 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堪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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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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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